骗气凉太来直接来中国参加活动,穿着格文西中亲切和粉丝打招呼,光桥可爱神似陆寒,因出演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,而被大家认识,小脸高鼻梁是他的特点,大眼睛再加上泪眼,这可谓是变形的全联系男生,据说他还有一份中国情节。 这一段时间,骗气凉太很用心的在学中文,他不止一次在节目中,表示学习中文成为必备科之一,并不仅仅只是记住发音,还要理解句子的意思,这样才能将感情传达给中国粉丝,感觉很有意义。 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高人气,他在一些视频平台上也很活,很多网友都纷纷为其打气个彩,说回活动,从现场图刊扛住了媒体和路人的镜头,帅气得四从漫画里走出来,因为天气凉太外形条件出众,所以他不单只在日本国内受到欢迎,在中国也受到大批少女们的喜爱。 这位小哥哥于94年出生,四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,开始学习钢琴弹奏,自堪自场轻而易举,在活动中自付今年和明年都有计划来中国发展,他以模特身份出道,身高180,在日本这身高算很出众了。 后来像歌手刚向发展,上年的影视剧集,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,闲着只爱走红中蕴寒,又一一曲花被成为烟烟戏事业耽误的歌手,现在可谓成了日本的全名偶像。 这位小哥哥是一个充满十分友善又积极向上的男星,他在现身机场的时候,看到粉丝接机立刻将自己口罩拿下来,这一行为受到国内网友们的赞誉。 觉得他很有礼貌而且不飘飘然,很尊重人,要杀国内大部分明星了,比起韩国那些龙装艳抹的明星,这样干净清爽的男孩更显独特。 热闲,他主演的新剧《极传奇王子》上线热播,在剧中有着出色的演技,长得非常帅气可爱,受影迷,热情追捧,不得不说偶像就会产生偶像效应和偶像光华。 可见成为中国之手可热的日本男星,翻看片季良太的采访,发现他差不多每三句话就会提到中国,似乎记者不管给出什么样的问题,他最后都能拟到中国这儿。 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很喜欢中国,来中国好几次了,喜欢中国文化,喜欢中国人,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都会用中文更新设媒, 还表示中国太大了,每个地方各有特色,真的是太漂亮了,也表示自己以后会去不同的地方,感受中华文化。 他在授访中也表示想首先亚洲大明星为目标,脚踏实地的努力下去,如果一直想着只在日本或远的话就够了的话,就等于限制了自己的可能性。 想成为被大家认可的人,见到了中国热情的粉丝,也让骗季良太有了很大的转变。 当导演问他觉得自己还欠缺哪些的时候,骗季良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中文,听到这个回答的网友粉丝评论,很甜很欣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